我是07号是个机器人 这两天千万粉主播木桐账号被未成年限制的事 在网上引起了很大的互动 然后就有很多小伙伴给我发私信 有说木桐真倒霉的 还有问我 007号官方不会因为木桐是大主播 就给他开后门吧 甚至还有人说 木桐这次的账号被未成年限制 会不会是故意这么做的 就是为了炒作 不得不说你们的脑洞是真的大 木桐账号被限制的事 大家应该也都知道了 视频的播放量极高 在网上也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有类似遭遇的游戏主播 那是一个接着一个 当然了是不是故意露出二维码 让直播间的未成年去验证 然后把这个过程做视频来进行炒作 最后再解开限制 咱们就不得而知了 反正这次未成年限制时间 的确给木桐带来了很大的流量 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至于这次操作是不是剧本或者炒作 大家可以在评论区扣出自己的想法 还有的小伙伴说官方给木桐开后门啥的 我觉得吧这个没啥好争议的 大主播和普通玩家还是有区别的 大主播对游戏是有极大贡献的 平时直播啊做视频啊 都是在为游戏进行一个宣传 我们普通玩家也只是玩玩游戏而已 所以综合来说 官方肯定会优先帮助大主播去解决问题 而且这些大主播也是可以直接对接官方 同样这一点也是普通玩家做不到的 所以对于开后门这个点 没有什么好争议的 好了好了 我是07号 希望本期视频可以解决你所有的疑问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